大叔第一次拍戶外蘿蔔糕 大叔第一次拍戶外蘿蔔糕 這邊還有一台叫做大福特 爬山湖 大家比較知道 這叫爬山湖 各位可能不相信 這台車是長期居住的地方 住在一台 我們來看一下好了 給各位看一下你看這一台 他一邊坐我們一邊來拍這台車 其實這台車的高度他有多少 2米65 所以以身高不高的人可以站立的那樣 170以內都可以 那我170 摸一下頭 摸一下頭就好了 你看他買這台車齁就是 就是 當初你為什麼想要買這台車 就是 不想付房租只住在一個地方 不想付房租只住在同一個地方 然後花了多少錢 50萬差不多 去買了這台車 然後裡面就是 他已經幫你稍微小改了 他差不多 九人座變三人座 然後裡面有 該有的都有 床 洗手台 電視 差不多 水槽都有 還有水箱 所以他有車體水箱 他有車體水箱 那你今天想要 睡海邊就睡海邊 想要睡山上就睡山上 想要睡都市的河濱公園 就睡都市河濱公園 對不對 所以 然後重點是 他還是在做蘿蔔糕 我認識那個消息是因為 我說他在幹嘛 他說他做蘿蔔糕 我就很有興趣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那你可不可以來我們的那個 那個車去 然後幫我們做做蘿蔔糕 給大家吃 你看他現在是在線 我現在在做薄皮辣椒的 你看這是薄皮辣椒蘿蔔糕 我沒有吃過薄皮辣椒蘿蔔糕 我昨天有先做一些 這是你自己創出來的嗎 薄皮辣椒是自己創的 自己創的 蘿蔔糕是好朋友教我做的 蘿蔔糕本來很早以前就有了 只是沒有看過薄皮辣椒口味 這也是朋友提議說 可不可以做薄皮辣椒口味 然後我就試了 大概七八小時 就同做了 結果 結果 後來就是有朋友建議 一半切絲 一半 就是切成很細很細 就是分散口味的線程 線程的 好 所以我們今天的車具 來給各位看一下 我們今天在這邊 五官啦 其實我們包場的 裡面還有非常大 可以看我的空拍機 然後這是他的車子 基本上他是睡在這上鋪的 哇 哇 你這個寬 寬也是很寬耶 齁 真的是超大的一台車 非常大 然後你看他 他真蘿蔔膏膏的器具都在這裡 這是他真蘿蔔膏膏的喔 他車子裡面的配電系統 哎呦他這個是可以外推的呢 這個 這個 他是輕輕外推而已 超大的一台車 哦 這是再來米粉 他是用粉下去做跟蘿蔔 然後這個是 剝皮辣椒 哎呦 我覺得這樣剛剛好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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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做起來就這樣 好 可以可以 一斤啊 600克 600克 OK 好 這是做好的成品 那我們現在要開始來做 我們下午 老闆娘說下午幾點要來 3點 3點對 我們3點要來煎蘿蔔膏 然後現在要開始來做 哦 你是用切絲的對不對 對 一半剝敲一半切絲 你看這個刀工就知道 這個人真的是 廚師 切過九根手指頭鍊出來 嗯 真的有切過嗎 真的啊 蠻常切到的 嗯 剛開始 切絲的時候 其實我們小許他是 他不是只有做蘿蔔膏 他還是那個什麼 設計師 做那個什麼 產品設計的 還是什麼平面設計 平面視覺 對 騙師騙師 嗯 然後從小 在台灣 長大 又到紐西蘭去讀書 所以你這個東西 算是蠻跳透的 你知道嗎 對 沒有我有喝了 我有喝了 你要泡咖啡啊 下午啊 我有 好啊 哦 沒有啦 那個朋友送的 嗯 不是不是咖啡機主 我說我們車上咖啡 對 我也有 但是我咖啡都有 大家先切啦 切完之後 再炒 再炒 好 這個切的過程 我們就拍一下 這是什麼東西 蔬菜嗎 薄皮大膠 哦 創意餒 沒有創意 沒有創意 所以就坐來試試看 還沒做過呀 沒有沒有沒有 這個之前 以前朋友說想要吃 剝皮大膠口味的 等一下來煎這個 吃做了大概七八次 最後這個版本 嗯 以前 今天就要做剝皮大膠嗎 今天做剝皮大膠 啊 我有準備別的口味的 昨天有先做一些 我們有準備很多要給大家 港式啊 試吃 試吃 今天的點心啊 對 對對對 來 來喔 然後這邊 我們那個 柏妍 柏妍今天變大廚了 我們今天不休哈咧 小廚 哈哈 我來煮 麻煩 你煮喔 好啦 你煮啦 你要煮喔 嗯 柏妍要煮喔 嗯 柏妍要煮喔 欸這個光線很好呢 齁 這樣網紅會被掉 你又有型 那是型籃 熱鍋熱油 翻一次麵 又可能 對啊齁 有啦 菜也是都他在煮的啦 怎麼沒有 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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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薄皮辣椒 是薄皮辣椒嗎 對 味道聞起來像 薄皮辣椒 要煎食 沒有超灰大病前 不能變 真的嗎 蘿蔔膏椒 這才好吃 煎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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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多 油多一點會比較好 比較好煎 是啊 油多 油多會被唸 對啊 那個 而且顏色都出來了 顏色喔 出來了喔 線 沙灘 什麼是 屁味 什麼是屁味 蘿蔔糕有屁的味道 有嗎 有可是小歐咰 後禮 banget 不是有那個薪味 那個 那個 蘿蔔有用於是 心辣味啊 那個叫屁股 屁股啊 你的 喔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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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闆娘來 先吃一個 快 我們先先煎好一個人 三點啊 我可以切切 他要分著回去自己煎 對啦 要自己煎 這要講一下 為什麼要用切的 因為只有 5%的人才會 而且 我會去挑那個黑線 黑沙啦 一般你機器他不會管你啊 他是為了5%的人而做啦 你用切的跟那個做的 什麼差別啊 口感不一樣 那你只有5%的人吃得出來 等一下我們 我是那95%的人 等一下吃到蘿蔔糕我們就找尋那5%的人 你切的是有點像塊狀嘛 喔喔 OK 我之前切比較細 可是蒸完之後就感覺不出來 有絲的 咬不到 我吃1.5倍的 喔 1.5倍的 我們公司1.5倍的 撥皮辣椒 撥皮辣椒 那是怎樣 那個很特別 而且不用沾醬 味道很足夠 欸 對不對 這個你看喔 這個真的是看得出來 有現切 跟刷牆的 這是現切的 有那個蘿蔔酸 欸 撥皮辣椒的辣味有欸 有喔 有辣味的啊 吃看看 伯遠 你自己煎的啊 很好吃 那邊啊 自己來 很好吃 沒吃啊沒吃啊 好吃好吃 都不會燙 夠夠燙 欸 好吃 你吃看看 你自己來吃 不夠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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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這樣應該很好吃 那口味真的很特別 對啊 嗯 你看他現在要弄那個 他要開始要切那個 一半切絲 一半切 切碎 對 對 會變這樣子 嗯 這是正常版 我們剛剛吃的是1.5倍 所以味道比較濃 會比較濃 下酒 這個也可以用炸的 切成斑塊 小斑塊 你看有那個氣炸鍋 滿嘴都是那個 波比辣椒的香欸 可不可以 我有帶油 我為什麼要炸的 不要 可以試試試試 來 我要叫那個 現在三點了嗎 沒嗎 還沒啦 現在不要叫啦 現在是只有一條四吃而已 我們拿一塊來 兩個人 卸了這樣 我們要吃 不會 不會啦 你不用再撿了啦 你就多吃一塊 可以可以可以 你有看到這個嗎 這塊桌子比較不適 你去拿這塊桌子 你吃上的嗎 我朋友借我用 這有年紀的 很金欸 這個年紀都比我大 他是桌子跟腳配分離 沒有 這以前 這上期的摺疊桌 很輕喔 我們小時候的摺疊桌 喔 你小心 我以為這個桌子是這邊的 你知道嗎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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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沒有沒有 這小時候的摺疊桌 你沒注意到 我真的沒注意到 你沒注意到 他說是塊木 然後 我是沒有聞過 全部都是吉順欸 對 你有釘子的 木 木 那個叫什麼 木筍 筍結法 那是你的車 有夠大台 才可以這樣載 真的 這台還載過電動摩托車喔 我還沒載去新的 然後他現在在切 你說切切就直接放進去 一半切實 一半切實 那你這不用打 不用打嗎 這個要 這個有一半要用打的 不然我會切到死 少量我可以用切的 量太多 我有帶那個 服務料理機 嗯 這樣啊 這樣啊 像這樣啊 這個也可以用切的啦 但是要切很久 加一個動作是什麼 米漿 米漿 喔 這是米漿 對 糊一糊嘛 對 再來米粉 一點點成粉 一點點玉米粉 這是米漿 用粉的啦 因為沒辦法 我們不可能用米直接去磨 你要買一年份的再來撈米 然後泡水 泡一個晚上 再去磨 再來磨 你這是自己磨的嗎 這個不是啦 買現成的喔 我們家小時候都是自己磨的 鄉下都是這樣 但是 那個 就是很耗工 然後等一下要開始炒了嘛 對不對 對等一下要開始炒 然後這邊已經 一半打碎 然後一半切實 這個是打碎的 這是打碎的 OK好 再來等一下喔 我們的那個 大廚 大廚 今天的大廚是誰 是小許 小許 對不對 還是小許有那個錯號嗎 沒有我朋友都叫皮卡 皮卡 皮卡 P-E-T-A 皮卡 就那個皮卡嗎 P-E-T-A 皮卡 皮卡是 是那個嗎 感覺那個卡通的那個是皮卡 那個皮卡嗎 對啊這樣我會比較好記 而且我有印象 而且我有印象 我門牌 門進去不是有個黃色小牌 對啊 皮卡 第一次看到人家煮 菠提辣椒蘿蔔 他要先炒 炒完之後要把那個 醬 蘿蔔 稍微酥水 拌透明 酥水拌透明 然後我們現在到的是 再來米 再來米 米漿 米漿 他的 我發現他的料 他的料比他的 蘿蔔還要多嗎 對 這是1.5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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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這個剝皮卡家 有正常版跟1.5倍 他這個是1.5倍 所以我們剛剛吃的是1.5倍 其實也還好 就是 料也沒有比蘿蔔多 那是 一斤 蘿蔔糕一斤 左右 嗯 大概600克 嗯 1.5倍的話是 120克蘿蔔 比較多 蘿蔔大概 200多克左右 嗯 而且要炒多久 半凝固 而且他會一直攪拌 他會一直攪拌 不然他底下會 會固挺 會超微大 對 這時候是要發明那個攪拌機 然後就一直 工廠的就是 攪拌機 他就是一個攪拌機 可以這樣子 有啊 這邊有一隻攪拌機有沒有看到 就這一隻手 人工的 人工攪拌機 人工的攪拌機 而且他也是人工切的材料 你看他可以看得出那個 有沒有浪真傑 切工 你看 這個真的是滿滿的蘿蔔 對啊 跟滿滿的那個波比辣椒 滿滿可愛 對 用愛在這裡 今天 今天我們的車聚 就是來了 那個我們的小許來幫忙 對 對 感謝邀請他 對對對 我們贊助 然後我們邀請他來說 整個我們的那個 因為以前我們都吃 OLED嘛 我們今天來的也不一樣 不一樣的 這個大叔最喜歡的蘿蔔糕 分享一下 不一樣的 只能分享啊 不是吃到飽的那個概念 這個吃到飽老闆娘會破散 不是 不會破散 不是 不是 不會破散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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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對 好 是 不用了 只是因為這個火比較小 噢 因為火小有個好處 所以他比較不會 不會馬上炒灰 那就先慢慢攪 慢慢夾 然後 全部都炒完就會變這樣 稍微有一點軟 可以再炒乾一點 炒乾一點也不能炒過 蒸出來要容易規定 到時候再放上那個什麼 那個蒸籠 最後是蒸籠 然後每一個都要秤 多少克 我通常會抓630 因為他蒸的時候水分會蒸發一些 大概是230克這樣 差不多 反正就是超過一點點 超過一點點沒關係 年輕人做蘿蔔乾很少 但是也不年輕了 對不對 對不對 說年輕 跟我們老家老闆娘一樣 年紀怎麼會年輕 我從小吃蘿蔔糕吃到大 因為鄉下去用就是這樣 對啊你都把吃媽媽做的蘿蔔糕 但是我們做的是傳統式的蘿蔔糕 有啦這個是港式的 啊這個是港式的 你看他這邊這麼多 這個是港式的 這個是補皮的 正常 我們晚一點要切喔 大家拿回去自己煎喔 如果不會煎的請五八大廚煎 代客料理 代客料理 我們有代客料理 代客料理 可以可以可以 代客料理100 你看這邊全部都是 我們今天要分給大家吃的 蘿蔔糕 像這個就是港式的 然後這個是 波比辣椒的 白糕 這是純蘿蔔的 喔還有純蘿蔔的 純蘿蔔的 OKOK 然後 這個是有加油蔥的 嗯 好 這是素的 那我們等一下就 你看他這樣完之後 就在那邊蒸了喔 然後弄一弄 然後就是這個 欸你連這個蒸籠都帶來了 其實這個是蒸籠 因為我那個鑄鐵鍋 一次只能炒八條 這一個也是蒸籠在用的就對了 那是蒸籠的 這滴啊 這滴啊 那本來就是啊 那鍋子就是可以燒嘛 你就是靠著這一台車 然後蘿蔔糕 它是睡車上的 對啊 住車上的 對